假設我現在手上有一張假幣 這張假幣和真幣長得非常像 它也是薄薄一張紙 這面畫著毛爺爺 那面畫著人民大會堂 粉紅的 像我這種人一看都看不出來真假 可是我說假人民幣不是人民幣 這句話沒有問題吧 因為人民幣有一個核心特質 它是法定流通貨幣 它的核心特質是真 所以我方沒有義務要證明說 我方惡法非法擋住眼睛看不見 看不見這個法 就是那張幣還在這裡 可是我可以說它不是錢 它不是人民幣 因為它有一個必要條件缺失 這個條件是真 同樣的道理 我方證明惡法非法 我方只向大家證明一件事 就是法 被賦予法這個名字的東西 它必須得有一個核心條件是善 蘇格拉底的例子什麼意思 他在獄中談話 不停地向他的學生解釋的是 雅典城邦的這兩條法律 腐化青年信奉雅典城邦以外的神 這法律我不認同 可是雅典城邦的法治體系 我是認同的 因此我認同那個雅典人民 用民主的方式 投我去死的這個體系 我留下來接受死亡 這是一種對抗 這是在你有機會的時候 你程度不用那麼激烈的時候 你就可以對抗 我方的惡法非法 不是只停留在這裡 但是這是一種對抗方式 但是我方更進一步地認為 當這個體制本身也惡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依然要對抗 我舉最極端的例子 美國南北戰爭 我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 我知道我這個時候提廢奴 可能會激化兩方的矛盾 甚至引起一場戰爭 我方的立場是 你依然應該遵守你心中的善去廢奴 而不是為了迴避矛盾 而您方的態度是 無論怎樣我先服 無論這個法律多麼惡 我先伏比錯了 惡法非法和惡法違法 您方對我方的批評 您方可以說我方是聖母 但是您不該說我方是暴民 因為惡法非法這個詞 不是說我們要抗爭到底 惡法非法這個詞 是告訴我們 法律得對自己有點要求 不是所有有國家暴力機關背書的東西 不是所有有行政命令下排的東西 不是所有政治權力往下傳達的東西 全都配叫做法律